哈啰,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志龙 今天是10月25号 那我买入今天的盘后影音 一开始我还是麻烦大家 帮我在影片下方按赞、订阅、加上留言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把按赞数冲到100以上 那当然更欢迎大家 你可以提出来的问题跟我做个教学相掌 或是直接跟上我们家族成员脚步 那我们来看到今天的行情 其实大家都非常纳闷 明明美股四大指数已经迎来了一个反弹段 那为什么台湾加全指数迟迟跟不上这个反弹波呢 我们可以看到美股四大指数 乖离率过大之后马上迎来了一个反弹段 过去我们再跟大家提醒 当与季线负乖离来到-10%之后 其实通常都会有一个像样的反弹 那果然美股这边来了一个反弹段 那这个反弹段其实我们在先前也有跟大家提到 这边台股也是有机会跟着反弹的 但是美股在涨 那为什么台湾加全指数是往下跌的呢 这边其实跟地缘政治有关系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道琼这边已经站上这个季线了 那乖离是瞬间做了一个收敛 那NASDA你可以看到 其实它也已经很多天没有再破地了 很多天没有再破地 那这边其实已经打出了一个底部了 那我们这边再往上看一下 其实你可以看到月线也再次呈现一个翻扬了 所以这边月线沾稳的话 其实又开始变成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支撑了 所以只要它可以过这边前破高点 那我认为它这边会开始收敛这什么 收敛与季线的这个乖离 那或许本座财报周会是一个关键 因为前半场主要是金融股这边在公布财报 那下半场主要是这些科技类股 包括苹果还有亚马逊 所以如果这边财报周有一个利空出境的涨势的话 其实美股这边还有机会再往上去做一个收敛 那回过头我们再看到这台湾的加权指数 台湾加权指数其实是非常多灾多难的 那原本的十月初的反弹 短短你可以看到这一段 原本十月初的反弹连涨三天 其实也是开始准备收敛这个复乖离的 但是突然的一个半导体禁令 半导体禁令就这边在国庆年假之后 往下杀了一个600点 那往下杀了600点之后 股价开始在这边横向做一个震荡整理 那你可以看到股价多次回撤12800 其实回撤12800都能有效收缴 那直到今天 今天没办法往上收 那我们那么说这边呢 你就要静待在下一次的一个指纹讯号了 先是呢这个半导体禁令 再来是中国的二十大 那我们可以看到恒生呢 昨天是中错了 那夜盘是在中错 虽然使得加权指数这边的反弹没力 你们有目前看到台电还是在往下破底了 那台电在往下破底 其实呢 我们可以回过头再看一下台电的一个复乖离 其实你可以看到台电这边的复乖离呢 也是非常大 那今天最低来到了371 那有没有中哥今天在这个网路群组啊 或是论坛啊有看到 已经一片的谩骂声了 已经在骂这台电了 那为什么骂台电呢 护国神山都不在护国了 甚至呢还出来说 还出来放消息说 我鼓励员工多休假 那这不是此地无垠三白羊 在这边再把股价再往下踹了一脚吗 但是看到这样的新闻之后 其实中哥反而是有点开心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大家看到都在骂这个 骂这个台电 或是在骂政府的时候 其实呢 股市往往不会照着你所想的去走 就好像现在来讲 有人能说这个行情会天天的往下跌 今天跌200 那会不会明天再跌200呢 其实硕在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根据目前看到的讯息 来跟你提到 目前今天在往下跌 那这个负乖里呢 又来到了这12%了 那负乖里来到12% 你可以看到先前 其实呢 都有往上做一个反弹 只是呢 反弹它从来不会走V转 而是用反复震荡 然后呢 开始出现一个 一个往上的一个形成 一个上升轨道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等待下一次的指稳讯号 然后同时呢 会不会形成另外一个上升轨道 那这边有12600点 先前我们跟大家提到 每天跌600点 似乎是不太可能吗 结果现在还好了 这边给我来个每天跌200点 那12600点 我们出了263 那这边加权指数连跌63天 瞬间归零吗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加权指数 其实每一档股票 都有它相对应的合理价值 只是呢 被高估或是低估了 那你要它这边直接 直接跌到零 我当然是不太可能的 即便发生这个 次贷危机 2008年的金融海啸 其实加权指数 也是没有归零的 那或许我们可以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2008年的0050 大家都很后悔 当初为什么没有买0050 这边0050放着 摆到现在 这边是赚了好几倍 或是看到台电 台电当时如果你有买进的话 放到现在 也是赚了好几倍 那你当初一直在懊恼 但是现阶段 你怎么开始反而害怕起来了呢 如果说这边是有一个强短的机会 那为什么你开始反而害怕起来了 其实熊市的底部会在哪边 没有人会知道 说穿了只有踢功倍会知道 所以平凡如你我 绝对不知道熊市的底部会在哪边 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讯号来去推敲说 这边到底会不会有一个反弹的机会 那我认为富乖离过大之下 会有一个反弹 但是我这边会在等待 再次重新出现一个指纹讯号 或是形成一个上升轨道的时候 我再来去放大我的部位 那没有出现这个条件之前 我就是开始这样 开始逢低低接 但是我的部位绝对不会放得太大 那看到这富乖离过大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讯息 可以支撑着我们 那么说这边有机会 可以开始去做一个低界动作呢 你可以看到刚刚我们跟大家聊到 美股美股这边富乖离过大 的确往上去做了一个反弹嘛 那美股富乖离过大反弹 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波的 这波乱源主要是英债殖利率 这边是大幅度往上做的串升 那连贷也使得美国公债殖利率 是往上做的飙升 那你可以看到昨天阿三哥 阿三哥上台之后 英国换了一个新的首相之后 那你可以看到英国公债殖利率 这边是大幅度的往下去做个回答 所以原本大家都认为说 债券市场会不会突然爆掉 形成一个爆点 那我认为现阶段来看的话 暂时没有太大疑虑 因为我们过去也一直跟大家提醒 其实爆点通常是发生在高利率 维持一段时间 那为什么这边台股其实涨不上来 除了地缘因素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因素呢 主要是美国公债殖利率 没有呈现一个回答 那美国公债殖利率 为什么没有回答 然后这边美股还可以往上反弹 其实就是因为跌升了 那跌升反弹上来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 科技股的涨势是不如道琼 不如小SP的 虽然这边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美国公债殖利率 会不会像应债这样子 突然的往下去做个回答 那美债殖利率为什么会这么强 主要是因为 这边各股央行有点承受不住了 因为美元一直涨 然后汇率持续贬值 其实他必须在市场上 抛售这个美国公债 才有机会来去支撑这个价格 汇率价格 那抛售美债相对的是什么 美债价格会往下掉 债券殖利率会往上创 创升 因为美债价格跟美债殖利 是呈现一个反方向的变动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看 美债殖利率会不会跟着应债殖利 往下去做个回答 那回过头我们再看到这个美元指数 那其实你可以发现 汇率价格在往上创升 但是美元指数却是已经涨不动了 那美元指数如果这边可以形成一个盘头现象的话 那我认为这边就有助于行情的一个反弹了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 美元指数其实一直都变得创新高 那为什么台湾加全指数持续破底呢 那我认为最主要还是因为地缘因素嘛 那其实消息来得快 情绪走得也很突然 会不会这边哪边之后大家不恐慌了 行情就往上做了一个反弹断了 所以请大家还是要密切留意一下 这边有哪些强短的机会 虽然美元指数后续我们看看 能不能再次回测这个际线 如果有的话 其实台股的反弹就能走的比较远一点 那这边我们过去跟大家聊到这均线的协率嘛 第一次回测上扬均线都会有一个反弹 但是反弹没办法过高的话 竟然均线会开始慢慢走平下弯 那这个就会开始形成一个压力了 所以现一段 这个现前我们跟大家聊到 有人是卖股票去 卖股票去存这个美元定存嘛 短信上来看的话 好像是好像是有一个开始赚到钱了 但是如果你时间拉长来看的话 美元定存未必会笑到最后 为什么呢 因为美元指数已经开始有在盘头的现象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过去在跟大家提醒 我们正在往升起循环的终点靠近 利率跟通膨影响我认为会越来越小 不然的话 为什么美债指数率在往上创高 那美股还可以反弹 然后呢 这个美元指数没有创高呢 所以其实呢 这个你要去推敲一下背后的原因 有时候你看的不应该是现在 你应该去推敲一下 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再来看到 这个美国的交换利率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还处在一个低档位置 短信上的确有往上增加 但是呢 你对应到先前的疫情 再对应到先前的这个次贷 其实呢 目前呢 还是算在处于一个安全的一个随位 所以它还不算是一个暴点 那其实呢 这个很符 我们现在跟大家聊到 既然要这个殖利率出现倒挂 然后发生很久一段时间之后 高利率维持一段时间 很多企业撑不住了 才会开始出现一个暴点 那现阶段来看的话 有哪个企业开始出现撑不住了 或许有 比如说英国养老金 比如说这个瑞士信贷 那这边开始出现了 有一点点疑虑 但是呢 在这初期 其实呢 政府都会放手去救它 那等到后期 这边暴 那边也暴 其实呢 行情就开始这样 大家都放手不管了 所以我还是认为 这边的跌生呢 或许会有个反弹段 那反弹段上来出现暴点之后 其实它才会开始往下杀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呢 2006年到2007年 其实中间呢 是还有在创新高的 所以现阶段 富贵的过大 你要往实力打去追空 也不是不可以 其实它就是在跌 你要追空也是可以 但是呢 我们反而会希望说 可以等待一个 静待一个 指纹需要出现之后 再去做个强短 那接下来 11月3号 我们就看看 这边呢 联准会会释放出什么讯息 或是呢 传声筒呢 会不会再释放出 更偏鸽派的讯息 那同样 同样到底是呢 这边呢 礼拜四的这个财报呢 会是最重要的 那这桌的财报中 我们看看会把美股呢 带向什么方向 那我还是认为 通膨利率会慢慢的高与段落 那回过头来的是 这企业获利呢 到底能不能抵挡住 这个暴力申请 如果可以的话 即便只是小小的衰退 其实反而容易有个 利空出尽的一个涨势 所以请大家好好留意一下 这个礼拜的一个方向 那这 或许我们这边跟大家聊到 你要去留意强短的机会 或是留意方向 你可能已经听不下去了 或是你可能觉得 这个我们都是在跟你 话胡烂 那但是呢 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当你时时刻刻把自己 把自己准备好之后 其实呢 行情来了 你才有机会赚到钱嘛 其实美国投资冠军 马克跟我们聊到 一般投资人常反向操作 其实这个道理 我们也常常跟大家聊到嘛 我们最喜欢心理线 最喜欢明灯最喜欢反指标 因为这个可以让我们赚到钱嘛 所以当投资人常反向操作的时候 其实行情往往会跟他想的不一样 所以股市上涨的时候 你才有兴趣来来做功课 来去做研究 来去好好盯盘嘛 其实这是错的 在熊市的时候 你反而要好好打起精神来 把自己准备好 不管你是要研究 还是学习 还是找寻自选股 其实都没关系 只要你时时刻刻在这场内 你的盘感维持住了 就像上涨机会来的时候 就像你才有机会掌握到这个行情 那我们过去也常常跟大家聊到 从不跌倒 其实从来不是光彩的一件事情 其实你要跌倒 你才知道 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像先前那一波 半导铁经理 其实这种歌是有受到伤的 整年下来就是我们那一波其实操作是不太如预期的 但是这种歌从来不会感到灰心或是害怕 因为我知道 当我推出来 我才会有下一次的机会 因为我知道过去的经验告诉我 我这边不要放弃 时时刻刻找寻机会的话 之后都会有机会再转来的 其实我们比的不一定是现在 我们比的是什么呢 比的是谁能笑到最后 其实当你开始交易的时候 不管是买一张或是买一股也好 其实都没关系 当你开始踏入这个市场之后 我们很难界定什么样才是大赚 什么样才是大赔 其实就你在离开这个市场之后 离开这个市场之后 你才能断定输赢 但是你在离开之前 你一定要做好你的部位控管 做好你的部位控管 我们才有机会在这个市场上 长长久久 当你在这市场上你就还有机会 所以我还是要鼓励大家 时时刻刻把自己准备好 虽然我的影片下方有相关的一些表单连结 大家可以填写表单 然后来索取我的资料 或是来把这堂强短讯号 给好好的学会 当你学会之后 其实你可以创造这样的行情 那说在这样的行情在那个当下 我们也不知道底点在哪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资金在流入 我们可以看到指纹讯号出现 只是这一步的指纹讯号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这个指纹讯号是反复反复再反复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底部通常都是有什么 很多利空给测试出来的 如果说这边出现指纹讯号 再次占上12800点 那这个底部区就更漂亮了 所以我还是要鼓励大家 把自己准备好 那机会来的时候 你就随时可以准备上 其实努力不一定会有收获 但是你不努力的话 不努力一定是没有的 你现在就放弃了 那后面的反弹跟你就都没有太大关系了 我还是以10月13号的影片标题来鼓励大家 富贵力过大的时候 经常反弹会越凶 所以当你把自己准备好之后 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那我们可以看到三月创造的行情 那其实可以看到三岭生活的资源 今天尾盘很强势 德伟也非常强势 那当然这三月的时候 我们是已经获利走了了 那五月那还有七八月的时候 再看到九月 那其实这些我们都是讲 时时刻刻把自己准备好 准备好当这个讯号出现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跟着网上赚到钱了 所以我还是要鼓励大家 把自己准备好 当你准备好之后 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那如果你放弃了 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投信的作战行情 作梦行情 我相信还是有的 只是什么时候会发动 我们要看看指纹需要什么时候出现 投信已经搞砸一次了 六月搞砸一次了 除非他不想要这份工作了 除非他不想赚奖金了 不然这边一定会有机会营造一个什么 作战跟作梦行情 只是什么时候发动 看看指纹需要什么时候出现 在今年过年提早 应该是一月就要过年 应该是一月中下旬 就要开始过这农历年节了 那丙总也会开始把资金给收回 那如果你是丙总资金好了 你会不会想要在这过年前 趁乱好好发大财呢 我想是有机会的 所以请大家好好把握这个机会了 请大家填写下方的表彈连结 索取资料 然后来上这强短讯号这行课 当然也更欢迎大家直接跟上我们 027725-1500 你可以拨打电话进来 027725-1500 那我们明天见咯 谢谢拜拜 本公司以往节期效不保 节目来获利 切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谢谢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